众主目即将登场 四十个女人齐聚一堂 十二月十日起 每晚八点钟 中天综合台 沈春华我们秀 秀出我们的创意生活 今天是最后一场证件发表会了 双英今天的攻防焦点 紧扣着九二共识来大做文章 马早老师活力全开 痛批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 会打破台海的安定繁荣现状 把台湾陷入高风险的困境 而蔡英文也是不甘虚弱地回批 九二共识不等于两岸和平 经验最新 马赛面对面交锋 最后一场九二共识攻防 还是炮火中心 国际环境这么凶险的时候 还提出这些让人家感到不安心的 两岸政策的主张 把台湾带入一个高风险的区域 这点我们非常的担心 各位乡亲各位知道吗 海峡两岸在过去三年多 之所以能够和平繁荣的发展 主要的靠的就是 先前有一个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 蔡主席到现在为止还讲不清楚 他的台湾共识是什么 哪有说一个共识只是一个过程呢 这共识你要有内容啊 没有内容 人家怎么知道你在想什么呢 你不告诉我们你的主张是什么 还是你不想告诉我们 你想隐瞒什么呢 两岸共识不等于一中各表 中国从来没有接受过 九二共识也不等于两岸和平 其实有两岸和平 现在中国对台湾的武力 是不是还存在的威胁呢 不承认九二共识 蔡英文提出台湾共识 马总统接张荣发说法 只批台湾共识就是搞台独 蔡主席的台湾共识就是台独 这个呢可能反映了不少人的看法 蔡主席你不承认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 实际上呢就是要打破 现在台海和平稳定跟繁荣的现状 我觉得民进党跟蔡主席 都不应该把台湾的前途呢 当作是俄罗斯轮盘 没有经过民主程序的确认 在这个议题上继续争论 无助于台湾内部的团结 也无助于两岸关系未来的发展 所以我们将以团结包容的台湾共识 作为推动两岸关系的基础 也要化解台湾社会长期以来 一个国家两个认同的分歧 中华民国台湾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任何现状的改变都必须 经过2300万台湾人民的同意 根本没有所谓不同或不独的问题 蔡英文坚持台湾共识 PK马英九九二共识 双英各自表述 将是选前一周的关键战役 中文新闻台北综合报道